大家好 我們很歡迎請到我們的Patrick Hello 你好 我們今天可能會講兩隻股 我們講一下SWAV SWAV 是的 我先講一下這間公司來講 其實它是做一些 最主要就是 譬如你血管裏面來說 有太多鈣的話 就會塞住血管 因為其實人裏面來說 基本上你的鈣在骨和牙齒上 但是因為有少部份就會流下去 到處走 如果你去到血管 心臟 關節 甚至乎肌肉來說 你就會塞住了 形成我們叫做血管蓋化 這個血管蓋化就會令到血管收窄 同時就有觀心病 其實以往來說 這種病徵治療方法 很多時候 譬如用鑽石刀這些方法去治療 但是有什麼不好處呢 這個不好處就是 它會有機會弄到血管 所以如果你弄到血管的話 就會令到手術方面有風險 而這個SWAV 研究出來的治療方法來講 其實它就跟傳統的最大的分別 它就會是用一些低壓的波仔 來到再加上一些叫做衝擊波 這樣就將它裏面一些的蓋化組織 就打碎它 打碎了之後來講 然後就好像一些腎石一樣 ok 如果你的腎石有一顆的時候 你把它打碎了之後 變成就可以排出體外了 原理來講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它不會傷害到那個血管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這樣 大概了解這個股價是說什麼 我自己是做一個大學生 我覺得這個股價 我看到它是由2020年的9月份到現在 都一直保持一個上升 沒錯 是沒有怎麼回調過的 因為其實來講最主要就是 當它這種技術是出來之後 越來越多人就開始覺得 這一種的產品呢 是很適合去用來去治療 血管又蓋化這種情況 所以變成那個普及性是多的時候來講 就令到它那個用戶的增長量來講 是上升 還有來說我想 其實除了在美國市場之外 它亦都可以去到美國以外的市場 那變成那個增長方面來講 就走得比較快 那其實這些公司 因為它有它的那個特性 還有它的特質在那裡 所以變成它就不是太受那個 整體的市況的氣氛影響的 那還有來講 本身它是行醫療的那個需求 那變成你跟譬如說過去一段時間的疫情 或者是那個金融那個的狀況 都不是好關係 那所以變成它的股價來講 就自己是跟回它的那個基本元素 就是本身那個的產品 那個銷售增長來去行的 那事實上你看回來講 它出第一季的業績之後 那個股價其實升得很快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出了第一季之後來講 它就將預計那個全年的收入 即是說2021年度的收入 就會去到1.95億到2.05億美元的 那這個也是代表了 全年的那個升幅 是有188%去到202% 那其實這個呢 就比市場預期來講 就都高兩成幾的 那所以出完業績之後 其實出業績的時候 大概應該是140幾元 一百五十塊的水平 那出完業績之後呢 它就彈上一六幾 然後消化了一輪之後呢 就慢慢再爬升上來的 那我覺得如果長線去看來講呢 這間公司最重要的東西 就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產品跟它競爭 那如果是沒有的時候來講呢 那我相信市場呢 仍然都會覺得這個技術呢 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技術呢 那它的那個增長呢 還會持續的 是的 那所以變成我們都對它 是有一個信心呢 就是一個中長線那個的 就是產品的需求 都是會持續增長 還有現在來說呢 都是屬於一個公司的 業績的高速增長期 是的 但是現在是高位 其實來講這件事很有趣的 我們自己買股份呢 就喜歡選一些能夠創到新高的股份 就多於說在高位已經跌了下來很多 而有反彈的股份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就因為很多時候呢 如果能夠創到新高的股份呢 也是代表市場覺得它是有一些元素 是值得尊重的 那譬如這間公司為例呢 我相信市場就看準了 如果接下來它的技術 而是可以取代了一些傳統 就是剛才所講的 譬如一些鑽石刀的 那它做的手術方面來講 有危險 那如果取代了它的時候來講呢 變相它的黏貼性都是高的 就是你用了之後 你不會用回頭的 除非就是剛才所講的風險 就是說有些新的技術出來 但是現在目前來看呢 暫時就沒有這麼快 有新的技術出來 變成它這種技術呢 都是最受惠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呢 未來的那個趨勢 或者方向來講呢 仍然那個銷售增長 都會持續 所以變成我們覺得 股價來講呢 繼續再向一個高位 進發的機會都相當之大的 去大概有多少% 現在來說呢 股價的時候第一步去到200元 就遇到一些狀況站不穩 就站了一天 左右就回了下來 那我自己覺得來講呢 有可能呢 你看它這間公司 都是一級一級的 整固完之後才慢慢再上 那我覺得來講呢 可能有機會 在大概 一百七十幾 至到一百八十幾之間 裡面整固 整固完之後呢 我們看呢 譬如今年來算呢 我們覺得有機會 去到甚至二百四 二百五這些位 那如果你去到二百四 二百五十元來講呢 其實用回我們現在的 六的時間 大概一百八十八元的時間來講呢 相當於差不多 都有兩成幾的增長 的股價 是的 還有我覺得就未完的 就算你到二百四 二百五呢 都是在講 今年而已 如果你明年來講呢 那個產品繼續都是 銷售快速增長的時候呢 其實明年的上升空間 都還可以走得遠的 就是長期目標是很高的 是的 只不過我們定了這個呢 就是配合可能 以今年為例 大概有機會去到什麼位 或者其實這個股份來講呢 它也是慢慢爬一下 整固一下 爬一下 就整固一下 那其實你也可以 就是用這個模式 就是它走到某個位的時候呢 吃一下糊 等它回到來 就再買回來 波段又可以 短線又可以 短線又可以 長線又可以 沒錯 我見它有三個產品來的 嗯 它是美國是過了FDA的嗎 已經 是剛剛的過了 應該就是過了的 那還有來講呢 就最主要來講呢 現在 希望呢 就是它的產品呢 除了在美國之外呢 就是發展美國以外的市場 那實際上來講呢 即使美國是 收入是最大 那但是美國本身來講呢 也是可以有一個擴展的空間 那還有來講呢 它現在呢 那個產品呢 都在56個國家呢 就做一個商業的銷售 那所以變了來講呢 你見它的產品呢 就不是說 呃 真的唯一 來到去做的 那所以變了 我覺得長線來計呢 這個 將那個產品來講呢 除了美國發展到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呢 就可以有機會成為 它那個增長的爆發點了 好明白 那我先回去看看 好 那我們講一下疫苗股好嗎 好啊 疫苗股的話 有哪一隻 我最喜歡 就是最想問的 應該是mRNA 是 沒錯 那其實疫苗股來說呢 我們就傾向有三隻 一個Moderna mRNA 另外來講呢 就是這個 BioTech BNTX 那另外來講呢 就有一家叫做MVAX 那三隻 那如果你看回這三隻 來講呢 就先講頭那兩隻 因為為什麼呢 頭那兩隻來講呢 它的技術呢 都是用這個mRNA的 所以變了呢 就先講這兩隻 那這兩隻方面來講呢 你見到股價走勢呢 都明顯是有個不同的地方的 那這個mRNA呢 就明顯是強一點的 那BioTech來講呢 就相對上呢 其實就 沒有那麼強的 那而在那個mRNA方面來講呢 最高就是311 那現在來講 我們錄錄的時候 大概是200元上下附近賠會 對啦 為什麼它的股價呢 明顯其實是會 爭一折呢 那原因來講呢 其實呢 就是因為mRNA 就曾經它的產品 是需要延遲才是可以上市的 那變了呢 它就受到這個消息之下 來講呢 它的股價呢 就在高位裏面 就回了一層的 那好啦 那但是如果你說 三隻裡面來講 有什麼特別呢 那如果你用NVAX來講呢 其實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最怕那隻的病毒 就是Delta變種 那如果在Delta變種方面來講呢 現在因為它還沒有推出市場 究竟會不會在這段時間來講呢 就這個Delta變種病毒呢 都進行了測試 如果它進行了測試 又成功的話呢 它的市場其實會是幾大下的 那所以這個呢 也都是NVAX的爆發點來的 那但是來講呢 為什麼我們相對上的次序 我們都不會說放那麼淺呢 就是我們其實買疫苗來講呢 有幾個的想法的 那第一 我們首要就是對抗這個COVID-19 那但是這個來講呢 我們其實 你要看疫苗的價值 我們從幾方面去分析 第一 如果你看它們 比如BioNTech 甚至MRNA來講呢 它們2021、2022的市盈率 是單位數字的 是的 那這個原因來講呢 就因為 當了它們本身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來講呢 只是一至到兩年來講呢 去做這件事而已 那然後將來來講呢 究竟會做多久呢 那這個呢 就未知之數 但是如果你想法就是 這個疫苗呢 將來可以 再往去再久一點 比如說2023 繼續都要接種的 甚至病毒還沒走掉的時候呢 那變成你的元素就不同了 這個呢可能就是 那個 2023呢 那個收入呢 都多 因為其實它們現在 預計2021、2022的市盈率 是單位數字 但是2023上回雙位數字的 但是如果它2023 不是雙位數字 而是單位數字呢 其實對於這些疫苗股來講 的估值呢 是有提升的 還有來講呢 在這兩年 賺到的錢之後呢 它們呢 就可以用來投入去 其他一些 將來的研發的行動 那麼如果你說看回來講呢 Moderna那個的 情形就是說 其實之前那種mRNA呢 這個技術呢 在沒有這個疫情的時候呢 其實一直都沒有批的 但是因為它有這個疫情之下呢 需要快速批這種技術 給它推出的疫苗 而藉助這個機會來講呢 也都令到可以早些 運用到這個技術 所以將來我們看的時候呢 就是怎樣運用這個技術 而延伸去到 做不做到其他的疫苗呢 這個都關鍵 如果做到的時候來講呢 變相呢 就不只是做COVID-19 是也都做到其他的疫苗 我也希望不要再有COVID-20那些 不要再來 是啊是啊 但是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用不到其他的病症 那如果用到其他的病症的話呢 其實它那個 未來的潛力呢 就是在這裡 那講那麼多 我最想知道就是 什麼時候可以進去 如果你看回MRNA 其實之前都曾經回到200元附近 然後很快就彈回去 都創不到新高 三隻的疫苗股最近創不到新高 只有這個MRNA 所以你也都見到 如果三隻去選的時候 一定第一隻我會選MRNA 那我自己也有 那另外來講 我覺得200元以下來講 也都是可以 考慮買一注先的 那我覺得目標呢 當然這些股份你要留意就是 它的股價走勢相當波動 所以你不要買不到 還有控制的注碼 那就是希望拿長遠一點 其實個人希望它 我剛才希望它升得高 但是我也希望 COVID-19快點完 但是它完了之後 它都會繼續有 希望有其他疫苗 就是對抗其他的病毒 所以都沒有什麼所謂 就是不只是 指向COVID-19 那目標價 短期目標價 短期目標價 我想就看回那個 大概245 就是它現在的高位先 但是我覺得 其實它今年有機會再破頂 再破頂 沒有問題 沒有啊 今天都講了很多 很多 就是我們Captain 來我們的12樓工作室 希望大家 還有Captain也是 廟頭有他自己的聊天室 沒錯 就是 又定了 還有下面這個QR Code 希望大家 這個就是美股方舟 對 如果大家喜歡Captain說的 而且覺得他一定賺 就是 他這講的都不 可以 可以幫到大家 那些投資的心得 可以進去嘗嘗 聽一下我們 和感受一下 我們那個聊天室的熱鬧 好像可以 直接去打 問問題 問他 什麼時候出那些 是的 好的 再見